好 CCY說記得大家四大公投要去投票 另外呢 這個來看黃文燦也說 憲法總統公投必要實現 不過四大公投已經倒數算三天 正反雙方現在激戰當中 先告訴大家 目前根據國民黨最新的民調評估 因為核四重啟的不同意高於同意 所以呢 目前呈現的是三好一壞 也就是三比一 只有把這個票吹出來 才有望從三比一走向四比零 否則恐怕是功敗垂長 變成零比四 而民進黨也說 經過一個月的拼命的宣講 四個民調現在已經拉近 還喊出高雄市要開出不同意票數 要開最多 台南市要開出不同意票 比例最高這樣的口號 其實先來看看 現在一定會投是目前最新的民調48.3% 比上個月上降了5% 可能會投27.1%的民眾 可能會投比上個月上升8.6% 看起來這個藍營要衝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非常的非常的要努力 而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宜龍直言 這一次公投 這個年輕人站在蔡英文的對立面了 尤其年滿18歲就可以投票 將會是影響這一次公投結果的最後變數 甚至他預判有可能會意外變成 壓垮民進黨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目前也有相關的11月下旬 全國性的民調數據顯示了 二十到三十四歲選民四項公投的意見傾向 反萊豬公投百分之五十四點二同意 而百分之四十一點二不同意 珍愛藻礁呢百分之四十六點七同意 百分之四十五點 百分之三十五點七不同意 還有公投榜大學百分之五十六同意 百分之三十八點七的人不同意 同企核四則是有百分之五十七點五的同意 但百分之三十九點四的人不同意 由此可以看得出來 多數的年輕人在這個四項公投的立場上 選擇的是四個同意 而不是四個不同意 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 不過回顧一下拿數據拿出來相對 這個比對一下更耐人尋味了 2020年總統大選 二十到三十四歲的民眾 其實還記得嗎 百分之六十六人是投票給蔡賴沛 是八百一十七萬票的重要來源 不過這一次在公投目前的一個民調 出現了非常神奇的一個變化 幾乎同一群人卻選擇站在蔡英文的對立面 而且這個是八百一十七萬票的重要來源 這一次選擇對立面為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 好 其實另外還有這一份數據可以看一下 來看看 大學以及這個以上教育程度者 四項公投的意見傾向 版萊豬公投可以看到的是 百分之六十點六同意 真二早交公投百分之四十八點八同意 公投榜大選則是百分之五十五點九同意 重啟核四則是百分之四十四點七同意 百分之四十九點一不同意 多數大學以上的這個教育程度 佔台灣總人數百分之三十七這樣的人口 除了重啟核四之外 其他三項幾乎都是站在蔡英文的對立面 好 游英龍都認為 這是因為蔡總統跟民進黨政府 目前對於選民採取太浮誇的 說服的方式有很大的局限 特別對年輕高教育的選民更沒有用 所以他認為不要以為 把萊豬長成美豬打恐嚇牌就有用 也不要以為整天抗中保台有用 你要真憑真實劇 憑真實的這個狀況 才能夠說服老百姓光明磊落 才能真正地贏得民心